俄乌局势升级 德法领导人本周开启连轴转的外交斡旋模式 除了北约、欧盟、七国集团 这些我们常见的西方集团名称之外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些不太听到的联盟或者名字 德国和法国竟然拉着东欧这些国家搞起了小圈子 本期就给大家介绍几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魏马三角 当地时间周二 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波兰总统杜达 一起在柏林举行会晤 重点探讨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 德国、法国和波兰今年分别担任七国集团 欧盟和欧安组织的轮值主席国 维护地区和国际安全是三国共同的责任 当天的会晤具有历史意义 因为这是所谓魏马三角时隔11年再一次召开领导人峰会 魏马三角是德法波三国协调立场 加强合作的定期会晤机制 1991年8月 在德国外长根社倡议之下 三国外长在德国中东部小城魏马举行了首次会晤 决定建立每年定期举行三国外长会晤合作机制 三边政治合作的最初意图就是要将波兰全面纳入西方 三方军事合作既包括人员培训 也包括联合军事演习 目的是为了帮助波兰尽快达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标准 那么随着三国合作领域不断的拓展和加深 魏马三角会晤机制范围不断扩大 级别也从部长级别升格为了首脑级 乌龙质疑 魏马三角对加速波兰的西化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过2006年时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认为这一机制成果寥寥 对其是否存在表示怀疑 2006年底魏马三角首脑会议后 这一机制基本限于停顿 北约和欧盟的东扩虽然都是西方在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挤压 但两者代表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 欧盟东扩更多服务于欧洲利益 而北约东扩则更多体现了美国的战略布局 德法代表的旧欧洲不希望未来的欧盟过多受到美国的潜质 因此三方都有意重启魏马三角这个平台 2011年2月 德法波三国领导人在华沙再次举行首脑会晤 恢复密切合作关系 魏马三角本是上世纪90年代东欧巨变的时代产物 时下三方国家领导人重拒 表明欧盟三大国对欧洲安全环境的重视 当然法德和欧盟东部国家之间的主要奋气 现在主要存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的性质 和阻止俄罗斯可能的侵略所需要的措施 因此此次魏马三角会晤是否成功 还有待观察 第二诺曼底模式 当地时间周一 乌克兰外长库略巴在基辅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双方就即将在柏林举行的诺曼底模式 四方会谈 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诺曼底模式来源于2014年6月在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70周年国际纪念仪式 当时俄罗斯 德国 法国 乌克兰四国领导人 在活动期间就乌克兰局势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 2016年诺曼底模式峰会举行之后 这一峰会曾经中断 2019年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双方一致认为召开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的条件已经具备 上月26日 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在巴黎举行 就缓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展开了磋商 会谈结束之后 法国总统府爱里社工发表的声明说 将加强俄罗斯 乌克兰和欧安组织三方联络小组的工作 以加快落实明斯克协议 此外 四方同意两周之后 也就是这周在柏林再次举行会谈 那么这里又提到了明斯克协议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明斯克协议 全称新明斯克协议 其实是诺曼底模式的最大成果 2014年克里米亚半岛举行独立公投并入俄罗斯领土 乌东部顿巴斯地区包括顿捏茨克州和卢干斯克州 宣布独立并与政府军爆发武装冲突后 乌克兰政府对俄立场趋于强硬 要求俄罗斯归还克里米亚 并停止支持顿巴斯地区的民间武装 俄方则强调克里米亚入俄是克里米亚人民的合法选择 俄罗斯在顿巴斯问题上不是冲突参与方 乌克兰政府应与东部民间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2015年2月 乌克兰 俄罗斯 德国和法国四国领导人 在白俄首都明斯克经过近17个小时的谈判 就解决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达成该协议 然而 明斯克协议并未得到有效的旅行 近年来 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共和国疑心力加大 顿巴斯当地民间武装与乌政府小规模交火时有发生 但目前来看 明斯克协议仍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唯一有效协议 2020年7月 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与顿巴斯地区民间武装代表举行视频会议 各方就在地区实施全面停火达成一致 2021年4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对明斯克协议进行修改 希望加强美国在结束乌东部冲突中的作用 当时他就说 乌东部局势依然危险 乌克兰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与挑战 但不知道此时此刻乌克兰准备好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